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很多汉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说很多汉人关心的是因为 几次在民运的会议里头 我一旦讲到这个维吾尔人问题的时候 等我讲完了开始讨论的时候 马上会有人 一些呢还是少有一些名气的人 会很委婉的向我提出来 就说是不是因为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 也有一些恐怖分子啊 或者是有暴力倾向啊等等 我记得在一次纽约的会议上 我告诉一个像这样提问的一个女士 她就说这个是不是伊斯兰教 本身也有需要反思的问题等等 我本来是在谈维吾尔人现在遭受的中共迫害 但是她把她呢很巧妙的转移到这个伊斯兰问题上问我 那我就告诉她 我没有正面的跟她分析太多 我就告诉她 我说基督教也曾经有过暴力的一方面 新教改革了以后 新教以后呢在法国 如果大家翻译一下基督教或者欧洲历史的话 那种整个一个村一个村的对不同的教派的屠杀 那是非常普遍的 也就是说血流成河一点都不夸张 至于恐怖主义呢 如果对恐怖主义感兴趣的一些学者 包括汉人有兴趣的话 稍微读一下 恐怖主义不是从伊斯兰教开始的 尤其是这个自杀 这个呢也不是从伊斯兰教开始的 他是恐怖主义最早是在70年代有左派开始的 包括什么意大利红色旅呀 德国的什么组织 然后日本的吃军呀等等 就说这个恐怖主义并不是和哪一个宗教特定的挂钩 那么至于其他的宗教包括有人说佛教和那个什么 但我们简单提一下缅甸就可以了 缅甸发生的那些抽伤 任何的宗教 同样的一本书 咱们不说宗教吧 同样的一本书 两个人读了 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 可能不会有天壤之别 但是得出完全相同结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每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不同 他的文化背景不同 他成长的环境不同 对事物的理解呢也会有不同 那么所以呢 对一个把某一种恐怖主义和某一种宗教挂钩 两位一体看 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种很单纯的看法 没有能够呢把问题很深入的看 那么咱们回头谈伊斯兰教和维吾尔人 和这个东土杰斯坦独立运动的关系 维吾尔人作为东土杰斯坦的主要民族 人口主要民族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 乌兹别克呀 哈萨克呀 塔吉克 包括吉尔基斯等等 回族 这些呢都是 加起来呢就构成了东土杰斯坦民族的主要的成分 那么这些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民族 所以呢 他的运动里头 一旦任何一个运动 他总得有一个思想指导 那么作为独立运动 他的思想指导呢 也是 当然作为一个维吾尔人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那他当然 最简单的就是 取现有的思想 把他作为他的思想武器 去进行奋斗 再加上伊斯兰教里头呢 有保卫自己的国家 保卫自己的信仰 保卫自己民族的这些要求 所以呢 很自然的伊斯兰就会成为 维吾尔人独立运动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源泉 至于维吾尔人 咱们再谈到这个伊斯兰的时候呢 我想再把这个伊斯兰和恐怖主义的关系呢 再稍微根据我的理解 讲一下 这个呢 又要回到我们刚才的 第一个话题里头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伴随着西方的 这种对世界的主宰 以及呢 他的先进文化的传播 商业的传播 咄咄逼人 进入到对奥斯曼帝国的挤压 以及呢 进入到印度 印度的最后一个王朝 摩沃尔王朝 当时就是伊斯兰的 穆斯林 土厥民族的后代 所以呢 整个伊斯兰世界呢 都有一个 感觉到了危机 感觉到了自己 已经面临着一种 生死存亡 危亡的一种关头 所以呢 很多的伊斯兰民族的 很多的学者都开始反思 这种反思呢 出现了两种景象 一种呢 是认为 我们落后了 没有学习先进的东西 没有 没有失去了自己的开创性思维的能力 没有让自己思想自由的去开发 自由的去进行思维 所以我们落后了 别人呢 超过了我们前面 我们需要学他们的先进的东西 然后呢 把它 作为己用 必须赶上 发展自己的民族 另一个部分 学者呢 他认为 他也认识到 是落后了 认识到了自己 开始 处在这种 生死存亡危机中 但他们认为 原因不是因为 别人的思想自由 或者是自己的保守 禁锢造成的 而是认为 是自己把自己 伊斯兰的最本质的东西 给扔掉了 把它给和别的东西 给混合了 所以呢 把原有的 这个伊斯兰的最基本的思想 给腐蚀了 很多的假的东西 虚假的东西 给掺和进来了 所以我们落后了 他们 这个找到的 治病的药方是什么呢 回到过去 把这个掺和进来的东西 全部挤出去 然后回到过去 那么这个回到过去的 这一部分呢 是 可以说是保守主义吧 他们是走向了一个方向 然后这个呢 这以治病的方式 找到的是 学习先进的东西 开放社会 那么这个呢 就向这个方向走 到目前为止 我从我的观察 大家也应该观察到这一点 大多数的国家 尼斯兰 穆斯林国家呢 走的是这个 接触西方的这个新文化 但是呢 很多也有点类似于这种 中国的方式 就是 怎么说的 那个技术上 接受西方的 但是呢 思想上呢 自己想找自己的东西 所以像埃及的纳塞尔 搞过这个 伊斯兰社会主义 包括后面 卡扎菲也模仿过他 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伊斯兰 穆斯林国家 也都搞过各种 什么伊斯兰社会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 等等等等的 不同的名称 大同小异 搞了各种 还有一些国家呢 就走向了这个 返回古老 把这个东西 那么把这个新的 参户进来的东西 排列挤出去 清化运动 那么这个的结果呢 就说沙特呢 他很幸运 因为他有石油 大量的这个原油 所以他靠这个呢 把这种原始的东西 一直保持下来 而且这个国家的政权 也能够生存下来 原因是他的石油 如果他没有石油的话 我相信他早也应该改变了 因为经济上呢 靠那种 复古运动 是应该是没有出路的 应该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呢 他正好沙特建国以后 二三十年代 二战结束以后 四五十年代 正好他的石油被发现了 然后给美国卖石油 他的上层呢 是西方化的 生活上 走出了沙特 是西方化的 回到沙特呢 是保守最古老的那部分 所以呢 这种一个 异化了的一个社会 那么这个社会呢 能够生存下来 是因为他的这个 那么反回来 这个维吾尔人呢 也同样 从上世纪初开始 因为也是 伊斯兰教 穆斯林 所以维吾尔人呢 也出现了这种 两个方向 一个呢 就是说 复古派 一个呢 是新型派 新型派呢 就是以新学校为 代表的 在喀什 在和田 在吐鲁 在伊丽 办了很多的新式学校 也就是说 把过去的那种宗教学校 全部改革了 也就是说 既要学宗教 但是以 现代各项科目为主 进行学习 而且有体育课 还有音乐课等等 这个呢 最早是从 宫图基斯坦 大概是一八九几年开始 阿克苏 不是 阿都市最早 办这种新式学校 然后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 维吾尔学者 叫阿德加德达摩拉 他呢 在喀什 最后就被这个 当时的满清 政府官员派的一个 维吾尔 保守分子 把他给暗杀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 双方之间的斗争呢 是非常激烈的 在阿德加德达摩拉 就是被暗杀的 就是被保守派 斗争呢 在维吾尔人当中呢 始终是这种 赶上新科技 新技术 开发社会 这个呢 是占主要的力量 而且呢 他们也是 这个典型的一种反应呢 就是说 像这个第一个 东突厥斯兰共和国 1933年建立的 尽管他的名称里头 有伊斯兰共和国 但他提出了 各民族平等 办新式学校 办工业 办教育 这个作为 他的主要的口号 那么也就是说 这说明 这个共和国 尽管由伊斯兰 作为他的 伊斯兰共和国 作为一个 他的名称 但是在内容上 他是非常现代的 在一个呢 14年代呢 这个共和国 我这个建立了呢 很多的学校 那么到 50年代 共产党进来以后 自治区的好多的官员 以及大多数的这些 医药行业 各个方面呢 全部都是在中亚 以及在伊犁这边 东突厥斯兰共和管辖区 那些学校里头 卫生学校 包括航空学校 机械学校 各个学校里出来的 那些人当老师 他们在进行 继续教育 所以呢 维吾尔人里头 这种对 通过学习新的技术 开放思维 开放思想 开放社会 来实现民族的复兴 和现代化的 这个是呢 占主要的力量 那么作为维吾尔人 寻求独立运动的时候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比如说共产党 欺骗中国的老百姓 靠着什么 要建立共产主义 平等社会 等等这些东西 什么打土豪 分田地 每个人都有饭吃 每个人都有房子住 那么伊斯兰教里头呢 也是这些东西都有 兄弟之间的有一 但伊斯兰教里头呢 保证私有财产 尊重知识分子 对有学识的人 要特别尊重 穆罕默德圣人说过 有知识的人 他比没有知识的人 在来世 也就是说死后 他的地位 要远远高于 很多很多人 那么说这种 思想 那么是非常 适合于一些 现代的思想 所以呢 伊斯兰教作为 维吾尔人 在独立建国的时候呢 作为他本身 已拥有的 文化身份的一部分 当然的 也是自然的 作为了维吾尔人 独立运动的一种 思想 但是这和恐怖主义呢 是根本没有 联系的 因为维吾尔人里头 不存在 现在几乎 应该说 不存在这种 要回到那种古代 回到那种 几个世纪以前的 那种想法的人 可能呀 我也不能否认说 一个都没有 可能有 但是在维吾尔独立运动 前面的 都是这种 进行的 要开放 要建立一个 更完美的社会 包括我本人 个人的观点 我想的更远一点 比如说 我一直在想 我们独立以后 如果我们不能够 敢超 不是说敢 不是超 如果不能够在科学 文化 技术 人文 各个方面 如果我们不能够 和世界先进民族 并列的话 你就是独立以后 很有可能 你还会再一次 失去你的独立 因为你一旦处于弱势 你一旦落后了 那你始终还是要被别人 任意的处置的 很多的弱的国家 像这个 伊拉克 萨达姆的伊拉克 表面看起来 其实咄咄逼人 但实际上不堪一击 像朝鲜这样的 那么看起来 好像是怎么样 但老百姓饿的 饿死人 那么这样的国家呢 这样的民族 那只有苦难 没有幸福 要让一个民族 既要独立 还要 屹立以世界民族之灵 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 把你的民族呢 复兴到 不再能够被别人支配 不再处于别人统治下 不再被别人 使唤过来 使唤过去呢 要想成为一个像日本 或者韩国这样的 或者台湾这样的民族 维吾尔人必须不仅要独立 而且还要赶超 要学先进文化 学先进技术 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 一个民族平等的 宽容的 能够容纳每一种文化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人类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 你才能够保证 你的思想竞争 以及你的各种思维 都能够存在 给予他们多样化的 一种宽容的气氛 那么这样 你才能够保持 你的民族的那种向上的 奋进的这种想法 以及这种趋势 这种动力 所以尽管伊斯兰 是我们的文化身份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通过更新发展思想 来是民族发展 也是我们的信仰 也得到发展 这个不能够回到过去来 去寻找自己民族的复兴 没有哪一个民族 能够回到过去的 实在是在往前走 你不可能回到过去 一个人出生了 你十岁 二十岁 三十岁了 你能回到你的五岁 两岁的时候吗 回不去 这是必然的 人类只有往前走的 没有往回走的 凡是往回走的人 要么脑子有问题 要么你必然要碰壁的 那么这个 就是我刚才讲的 伊斯兰的这种复兴 另一种这种复古运动呢 那就最典型的就是 塔利班 阿富汗的 那么最后 现在塔利班也不行 尽管在做垂石挣扎 但他们在 这个给民族带来 给国家带来繁荣 这些方面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么伊斯兰国 我们也见证了 那么他也不行 要复古 要回到过去 这种都走不通的 行不通的 所以 尽管我们 我们是维吾尔人 是伊斯兰 是有这个宗教 有这个信仰 但并不代表 我们就是一种 复古的运动 或者是原教旨主义运动 我们不是 我们的是一种民族的独立 如果你跟那些 恐怖分子谈 民族国家的话 你也是 他们要屠杀的对象 他们认为 任何一个 按这些恐怖分子的 就是伊斯兰国 或者塔利班的想法 你不能谈你是维吾尔人 或者是啥民族 你是穆斯林 你只能是穆斯林 你也不能谈你的东图 加斯坦或者阿富汗 你只能谈整个伊斯兰世界的 那块图地 都是我的 都是大家的 那么这个和如果 我把这个也和这个 共产主义的这个 共产国际 如果我们大家记得的话 我记得 是这个 中国共产党也喊过什么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我记得 我读那个共产国际史的时候 有一个奥地利人写的 就是说法国共产党 最大的失误 就是当时纳粹德国进到这个 法国的时候 法国共产党还在继续喊 武装保卫苏联 那德国人在你的祖国里头 现在进到你的国家里头 占了你的国家 你反而还在继续喊什么 武装保卫苏联 所以这个 这也是一种极端 那么这个伊斯兰的这种 伊斯兰国呀 塔利班的这个极端呢 其实和他们是一样的 都是那种 否认民族性 否认地域性 整个的就是一种 那种极端的一种思想 所以这个呢 就人类的本性来说 这也是站不住脚的 也不可能生存 他在维吾尔人这块 那头更没有市场 可能会有一两个人被洗脑 相信他们的说 学说但是大多数的维吾尔人 我所接触过的维吾尔人 都不是这种思想 我接触过的维吾尔人 我所知道的维吾尔人 90%都是 要建立一个 现代的 民主的 平等的 包容的 宽容的一个东土 观众朋友们 伊丽夏奇先生告诉我们 中共对维吾尔人的迫害 是前所未有的 已经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 美国国会已举行听证会 抗议中共的暴行 联合国将对中国 种族歧视的状态 进行审查 每一个汉人的命运 与维吾尔弟兄姊妹 连在一起 当维吾尔人受到欺凌时 你的沉默就是对中共犯罪的注入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伊丽夏奇先生